如果想去看有機會做一些突破的股 另一隻可以去留意一下 為什麼這隻可以去看呢? 如果你看它的業績 其實都算是做得不錯的 傳統做一些冰箱洗衣機的業務 其實都是穩步向好 還有它現在推向高端 它的產品 再加上海外的戰備 其實它會越來越重 不是說突然之間慢慢慢慢的 戰備其實會比較大一點 我覺得這個地區的分散來說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加分位 另外去年的毛利也有輕微的上升 在成本壓力之下都能夠做得到毛利上升 因為這個原因除了控制好成本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去做多些高端的事情 其實都可以帶動得到它的毛利改善 所以如果想去看有沒有機會 找一些突破的股 可以自己去留意一下 策略上可以怎樣看呢? 其實今天衝過上去 但是又咬下來一點點 我覺得要等它有機會 破回到二十六元的位置 才去厚 現在二十五毛半 上網第一個位置先看著二十八元 如果真的衝得到二十八元 才再浓高一點點 不會剩下二十九元的水平 另外向下 我覺得移回去之前的低位 就算是二十三毛半 總之應該就自一指自遷 因為如果再放回到低位 其實有機會 現底的情況 其實很大機會就不成立了 所以賣掉它之前的低位 是二十三個三毛半 暫時觀望一下 想去追蹤一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去看股 可以去看一看 再不是的話就 之前講過的比較強勢一點點的 詳細操作